好地下艺术空间在国议会的赞助下 邀请到日本中生代的摄影家 来到花莲驻村创作 并且带领在地青年进行工作坊 周末举办了开幕茶会以及座谈 不同于传统的日本摄影 擅长拼贴创作的Yomiko 作品富有浓厚的超现实主义 奇地而且古怪 即日起是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展出到4月27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为在节约街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在国议会视觉艺术组织影运补助专案补助下 这次邀请日本中生代摄影家Yomiko Utsun 来花莲驻村创作一个月 并带领花莲在地九位青年进行两天的工作坊 一同学习了解艺术家如何创作 不同于传统的日本摄影 擅长拼贴创作的Yomiko 摄影作品富有浓厚的超现实主义 奇地也有古怪 又充满人性欲望 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著作艺术家 可以有比较好的环境创作 他才会愿意投入 然后才会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视觉想念 虽然看起来有点奇异 违异甚至奇观 但是其实Yomiko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希望透过这些影像吸引你来关注 幻想最自然的文化性 所以如果你注意它其实大部分是大自然的东西 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些文化或是不同环境的背景 来自日本的Yomiko 因为疫情的关系 来台就进行了两周的自主隔离 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驻村创作 他也表示时间非常紧凑 很有压力 尤其还要照顾五岁和八岁的两个女儿 起初还婉拒了驻村创作的邀请 终究产出许多具有花莲特色的摄影成果 今天我感觉很紧凑 以前在日本创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素材他可以想很久 然后他有很多的构图 但是这是因为时间很赶 他就是拿了就赶快拍一张换下一个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觉得是比较粗鲁 或是不仔细的 但是拍完这一个月之后 他会在省事 昨天在莫展的时候 他发现作品还真的蛮多的 然后他昨天不表演之后 他今天就是有种虚拖解脱的状态 From Little is Little for Little Yumiko Woodward 花莲驻村与工作坊学员成果展 即日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展出至4月27日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蒋邦彦 华联市报导